大陸者 進入你的世界 嗨 大家我們是大陸者 進入你的世界 我們今天來到新北市的貢寮 非常的遠 這邊有一個海洋資源富裕中心 它是一個我沒有來過的地方 那它一般民眾 也可以來這邊申請一些導覽 那我們今天會看到一些 海洋生物的富裕 我們今天主題是花枝 只有花枝嗎? 還會有其他 可能還會有其他動物 但主要今天是看花枝 就是因為這邊有做一些花枝的富裕 就花枝的數量比較少 然後就把它富裕之後 然後在海範圍大海 就是讓雲林有種種種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來這邊參觀這個園區 也導覽給你們看 你們有想要來的可以自己預約 有點遠喔 在東北角 好那我們今天遇到的這個是徐教授 徐教授帶我們一般民眾來導覽一下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新北市自然富裕園區 那平常的民眾其實本身就是 只要上網去預約 人數就大概在五人以上 五人以上就可以了 對 因為如果只有一兩個自己來 那這樣子在導覽上面比較困難 所以一般是希望就是五人以上 那只要有上網預約導覽 那其實來這邊的話就是會有工作人員 那新北的同仁會跟大家做一下我們工作上面的介紹 那因為一年四季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 還有我們富裕的物種其實會隨著季節改變 就是不同季節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那譬如說像我們現在這個季節就是 就是有花枝 那我們現在還有做一些就是海膽 或者是一些蘿貝類 那但是譬如說如果是三四月來的時候 就比較多可以看到大的花枝在交配還有產卵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區 主要是以九孔為主 所以我們除了做九孔放流以外 我們有現在承接一些在做九孔相關育種的計畫 因為九孔本身就是原生種 那我們這個都有做過DNA 做過相關的分析 就確定了這是我們原生種 也沒有雜交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所以我們一邊在做富裕的同時 一邊也在放流 就是我們富裕就把它放流了 那可是我們可以篩選一些可以留下來做種更好的個體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同時兼顧就是產業跟資源富裕放流這一塊 也不錯耶 當然有一些人就會想說 那這樣不是好像多此一舉嗎 你就不要抓就好了 對可是實際上呢像包括在日本 就我們也蠻流行的一個想法叫栽培漁業 就是我們放出去這些種苗 如果你全部在人工環境裡去養殖 它要吃飼料要用水墊 那其實它成本啊這樣生產起來會比較貴嘛 那可是如果我們種苗大量的繁殖之後 我們放流到野外去 那讓它在原本這個野外的空間去生長 然後我們再去補牢 那就等於以海為田的概念 所以這個叫栽培漁業 那我們這邊另外一個特色的話 就是因為空間比較大來 有種大小的池子 對 那像這邊有一些圓池 那以前這些圓池主要都拿來養種 因為種魚需要比較深 比較大的水體 那但是因為現在 我們主力就不是在生產魚苗為主 那其實我們現在還是有在養一些魚苗 那我們現在台灣主流放流的想法 它已經慢慢走向就是 除了剛才講的 在培漁業一次性的放流 到資源的富裕型的 就可以放流之後 可以讓它再繁殖以外 那還有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有點像生態修復型的 就是現在已經有某些角色 可能海裡就比較少 你見了再把它補回去 對譬如說像海膽 大家都知道海膽現在很好吃嘛 那可能海裡的海膽都被採光了 那所以我們去繁殖海膽再把它放回去 那可以補充這個角色 哦 理解 那所以我們除了做海膽的繁殖以外 我們做一些像石雕 因為石雕還可以去吃海膽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為什麼海膽 就你繁殖之後又去放石雕 它不是又把小海膽吃掉嗎 可是其實像海膽 比較有經濟價值 長得比較大顆的 譬如馬分海膽或紫海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些比較小型的海膽 那如果沒有石雕去抑制它們的生長 有可能海膽會過分的繁殖 那所以實際上 並不是說海膽真的太多 是因為我們就是放油之後會造成生態的影響 其實是有經濟價值長得比較大的 這個漁民才會去撿 那比較小的那種海膽長不大的 那它可能反而會過分的繁殖 那所以其實我們除了放海膽 我們也會放石雕 這個很多綠水 對阿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靠施肥齁 施肥養一養就做一個藻水 那因為我們其實還是如果做實驗的需求 或是精緻的實驗 那我們還是會去做純種藻類 它這邊的桶子也都是 都是藻類 就是培養一些藻類 毛蟹喔這麼大人 不過之前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放 後來毛蟹就下大雨的時候它都會跑出來 其實毛蟹是可以輕鬆的爬過這個池 有水啊 然後毛蟹就會 哇全部大頭 然後跑的我們整個水溝 旁邊都是毛蟹 對但是因為也還好啦 跑掉它自己就 就自己跑掉也沒關係 因為那也是它的家 對對對 大花枝就養在這裡 喔大花枝養在這麼大的水 喔大花枝養在這麼大的水 就比較多的話 因為我裡面一池大概只能放 可是三四四四是差不多了 有的時候一年一百多隻啊 多耶都是漁民收集來的 就是它抓的多 反正它賣不完的我們就收啊 我們有花錢買了 喔你們有跟他花錢買 對啊他抓的多我們就 護浴就做的多 嗯 我們叫做資源護浴放流 栽培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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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漁業是一環啊 並不是所有放的種類 都是為了栽培漁業 就像剛才講 如果在毛蟹因為栽培漁業示範區 我們在這裡放的九孔 本身就是大到一個size 就是可以讓漁民去抓的 那會有了 不是漁民的跑來這邊採九孔 其實基本上這個區域 它的保育的等級 就是說在灣內 它只是有體償限制 跟漁法的限制 所以並不是說民眾都不能在這裡 採東西 其實這裡基本上還是可以的 只是說它有體償限制 所以就實際上有時候資源富裕 大家不要想不能抓不能吃 其實不是 是怎麼樣更好的利用 對 就像我講有抱軟的 你只要讓它的苗釋放到野外 對不對 那它又可以再養一陣子 又可以讓肉飽滿 那其實吃我們還是可以吃 但是也讓它在野外產生下一代 留一些海兔 教授說這個海兔是天然的 然後它可以 你丟掉它就會採亂 可以上手 我就拿起來看看 就一個遠遠的有點像闊魚 哦 什麼感覺 刺刺的 很像那個恰雜毛 好妙喔 第一次拿海膽 那他們那個大顆的怎麼採集啊 那個這麼刺 就小心一點拿就好了 而且戴手套 抓了就起來了 很酷耶 對 紫海膽 可以啊 你摸摸看 吃吃的 而且下面好像是被我翻過來 那好像它的口氣 硬硬的 對啊 跳出去吧 酷喔 然後像現在 今天的室內集的話 就是我們在做 育苗為主 對 可以看到那個軟管 因為現在是它的繁殖劑啦 鳳凡樓 鳳凡樓 鳳凡樓繁殖劑 那我們除了自己養殖 養大的總模以外 我們還是會再從洪湖買一些野生的總圓進來 我們盡量會把更多的物種搭配在一起 我們繁殖劑的話 一般當然還是看漁民幫我們抓了多少啦 那但是像室內池 我們大概至少也會放個四五十隻 噢 那室外也會放 就看數量 因為室內比較好管理 對 所以室內我們一般就是 以前兩比較多 我們也許會做兩隻 然後每一隻大概也放個四五十隻 那比較多我們就放到室外的大隻 噢 對 像這個 像室內池啊 噢 我們會放那個殘暖的 對 噢 來了 你看像我們如果人工口味 嗯 這個總是野外抓的 對 那可是如果你在人工環境下 他可以一邊交配 一邊吃東西 他就可以產更多的受精卵 噢 一般來講我們簡單的分啦 章魚 對 魷魚 鎖管 對 哦 簡單的講 是 章魚很明顯 對 魷魚通常比較大 比較在遠洋 然後鎖管通常會小一點 長長瘦瘦的 對 但其實它是分類上很大的區別 就魷魚跟鎖管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烏櫥 哦 對了解 對 所以我們講的什麼烏櫥啦 灰衣啦 脈衣啦 就是都是烏櫥 都是烏櫥 對阿鎖管小卷中卷 什麼卷 軟絲都是鎖管 阿會噴汁的主要是烏櫥 欸 頭竹類好像大部分都 很多都會 頭竹類都會噴 不能說都會啦 我可能很多啊 大部分 哦 所以教授這一盤就是烏櫥卵 對 就是我們在那個殘軟 復活器 對 那九孔磚上面 烏櫥殘軟之後 因為如果它殘太多在上面 然後放在水裡自然的孵化的話 孵化率比較差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把它拿下來 轉移到另外的尺寸 收集起來 然後再用漂浮的籃子 去把它拆開一顆一顆 因為有的軟 如果沒敷化爛掉的話 會影響到其他的軟 哦 那我們把它拆開了之後 它爛掉我們就可以挑起來 okok 對然後 像這一個其實都已經 敷化出來 空個殼 對 然後可能是小屋誰在旁邊啊 欸真的耶 那其實小屋誰剛出出來的 前三到五天 還不會吃東西 你當然要確定他會吃東西的 而且你先讓他吃一兩餐 就 他已經先吃東西了 你把它放進去 他當然戳光率會比較高 嗯 啊如果你就是放在這裡 都沒有給他吃東西 那會不會說那個 烏賊太小就容易被吃掉了 喔其實喔 因為烏賊會躲在那些小鳳裡面 其實 生存能力還蠻強的 其實生存能力是很強的 喔 很多人都會想像中就是 海底就像修羅場一樣 對對對 喔一出去魚衝完就是 對對對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啊 因為 他本身就會避敵啊 他會去擬太會去躲在凍凍裡面 他不會傻傻的 就是在那邊亂游 被魚吃掉 那第二個是 現在台灣你說 海裡有大量的魚群 整天跑來跑去其實沒有 也沒那麼多魚嗎 也沒有那麼多魚 其實我們還是會在港灣裡面 或是在我們中間浴城場域那邊 讓他自然孵化 所以我講我們是 我們不敢保證哪一種方式最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好幾種方式都並行 就是有一些我們人工孵化 也把他養大一點 有一些就是出來確定他的設施能力 我們就可以拿去放流 也有一些直接在原器地 讓他就孵化出來自己跑出去 那我剛才講了嘛 如果你覺得卵直接在水裡孵化出去都會被吃掉 那他野生的不是都被吃光光 也是啊 其實不可能 本來就不可能 來護衛園區這邊 來這個參觀導覽 那我們這邊當然就台灣少數 你可以看到 無賊的這個大無賊交配產卵 然後你也可以親手去摸摸看 無賊卵是什麼樣的感覺 看一下無賊苗長什麼樣子 那這樣的資源跟這個機會 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真的 就算你比如說你去國外的水族館 大型的海生館這些 他不一定讓你有辦法看得到無賊 而且更不要說 你還可以投胃或者是觸摸 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每年新北市都會 跟大家宣布說 花枝季又到了 3月到5月 可以來看花枝 大家來看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真的真的 因為一般我們這種 類似水市所這種單位是不開放的 這個就是季節 第一個季節有限定 我說季節 我們差不多幾月份會比較有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來講都3到5月為主 3到5月為主 對那有的時候比較早 可能2月到6月都有 可是比較把握4、5月是一定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段時間就會公告 新北市會講 花枝季又到了 歡迎大家來去參觀 來預約 對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一般的研究單位是不會讓民眾預約去導覽這些 因為變成常常會一直有人來 對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定位叫做資源附育園區 它就是海洋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就是學生在這邊實習 很多時候不是都是老師來導覽嗎 那所以我們的學生也會跟大家去做介紹 那所以就是變成這個教學相長了 都會有這個機會可以 讓民眾去了解這些海洋 跟我們資源附育到底在做什麼 成果是怎麼樣 那也因為我們就是沒有限定什麼時間 我們其實一年四季你都可以預約 所以我們講的就是現況呈現 就我們現在有什麼 就給大家看到最真實的樣子 反正你什麼時候來 我們也不會為了一團民眾 就是去stay這個東西給他看 對 所以如果有你沒有看到的東西 那就可以多來幾次 對 有的時候大家冬天來就沒有看到屋賊 或者是這時候沒有在做一些什麼育苗 那其實我們冬天也有在做毛蟹的繁殖 就每個季節還是都有做一些東西 是蠻新鮮可以看得到 對也是很酷啊 對 培育室人 其實平常導覽是 可能我們那間 有時候我們那間不會看就會到來這裡 但是現在這裡正在做翻新 了 大家要介紹一下齁 這就是觸摸石嗎 欸觸摸石是後面這裡 喔 觸摸石 觸摸石會給大家 碰一下海膽啊 那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海參或酒桶 給大家看到這樣子 然後像那個鐘螺 因為大家就是平常接觸不到啦 就是要摸一下體驗一下 然後這邊有專門做一些這個 其實就是也是配合一些 如果國中小老師帶刀欄 對 或是一些團體 那反正他們也可以有自己的課程 那借我們這個場地 喔 這是海鮮嗎 對 饅頭海鮮 對 這就不是富裕的啦 這個就是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漁民會抓到這些東西 可能就送來園區這裡 喔 你會覺得這個很特別 對啊 這個 好妙喔 這個 啊這也是養一養 反正就給他吃東西 然後 就是 公用就是給大家看 對 你看這個 啊有的就死掉了 對啊 饅頭海鮮欸 你看 長得像饅頭欸 嗯 好像麵包一樣 對啊 這樣子還有那個 洋翠竹啊 喔洋翠竹 都是一些海邊常見的 這我沒看過這麼大的 給大家看 墾丁的那個很小 這個很大 那 反正這些就是 給一般民眾參觀 回去啦 看我們這有幾格 就是可以 漁苗放流之前 先放在這裡 那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漁苗有時候從 漁車這樣載運過來 那 直接下到水裡可能適應不良 那所以我們先給他放在 我們的巷王裡面 那我們的前幾天還可以做一些 頭位 然後確定他的儲活率很不錯 知道這個運送過程是沒問題的 那在這裡適應環境喔 有東西吃 然後接著我們才去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讓它自由的游出 這樣子我們認為這樣儲活率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要中間浴程 是要叫做讓漁苗適應野外環境 叫野花 對 所以如果我們的這個魚網 你看現在的效果很好 這網子上面長了好多種藻類 對 那我們把它拉起來有一些比較敏感的魚 我們反正養在這裡的話 它預存率比較高 因為它就很像野外的棲地 對 在一個網子裡面周邊全部都是藻類 然後還會有好多小生物啊 什麼小魚小蝦 一些蘿貝類螃蟹都會附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慢慢去著食這些東西 像我們這邊的居民 它有時候帶小朋友 自己家小朋友來看魚 就自己走過來看魚 對啊 因為就在他們家附近旁邊 它就來看說 喔 這裡長得很漂亮 好 那我們逛完了這個海洋富裕中心 所以如果你們來到東北角啊 然後有想要認識這些動物的富裕啊 然後看一下花枝啊 海膽啊 毛蟹啊 不同季節有不同的東西可以看 那你就可以上網去申請 然後來到這邊來逛逛喔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那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我們是他用哲 進入你的世界 掰掰